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動動你的小手 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影片囉 哈囉 各位漢堡班來續運的同好們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我們的頻道 那今天呢 有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有四支新的中草藥菸油 想推薦給各位 這是我們的新品 第一個呢 是香匪 香匪呢 事實上是一種果實 好 那在中醫裡面叫做匪食 通常它過去很好玩 它是拿來殺寄生蟲的 肚子裡面的寄生蟲 肝、瓶 好 那入肺精、胃精跟大腸精 來看一下它來香匪的這個精油 好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它的 OK 從這個GCMAS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比較偏淺調的精油 那它的主要成分有 Alpha-Pi-C 就是Alpha-Pi-Nein 那這個是存在於很多鐵溪類的植物精油裡面 當然最多的是松柏類的 接下來它還是有一些木質調的東西 有人稱為凱西 還有一個很高的成分是檸檬西 好 那檸檬西的成分 將近有一半 好 然後Alpha-Pi-Nein也非常的高 超過三成 所以你大概可以聞得出來這個精油 有木質調跟果香調這樣的一個特色 林老師的經驗裡面 我們當然可以說檸檬西這類的是幫助消化 抗菌抗氧化 其實它有非常好的促進膽脂分泌的一個效果 如果你講中醫的屬性裡面 它是酥乾禮氣的幫助消化的 Alpha-Pi-C Alpha-Pi-Nein如果跟檸檬西這類的東西合在一起 你老師發現它有非常好的補氣的效果 這個補氣就是會讓你覺得你的體力好一點 那其實從科學的角度來看 Alpha-Pi-Nein這類的東西 它其實有一些安撫、鎮靜情緒的效果 但是它會讓人怎麼樣沉靜下來 不會過度的亢奮 這個時候你身體有一點喘息的機會 Alpha-Pi-Nein會讓你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讓你會覺得精神好一點 所以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 也就是檸檬西跟Alpha-Pi-Nein合在一起 會讓你受到壓迫的情況下 有壓力緊張的情況下 體力會好一點 那所以林老師會比較建議說 香肥這個精油 就蠻適合在消化系統的精油 跟鎮靜情緒的精油當中 有另外一個新的突破 是一個補氣的 讓你在上班的時候不會太緊張 然後又有體力 這個是林老師建議的 它可以跟其他的果香調的精油 花香調的精油 木質調的精油搭配都不錯 而且它有一種清新的味道 那各位歡迎到學院來刺聞一下 接下來兩個很特別的精油 紫殼跟紫石 一樣是雲香科的植物 那紫殼跟紫石其實很接近 甚至你可以說在中藝裡面 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分 那你說到底怎麼分呢 在中藝裡面有講到說 這個皮厚而小叫做紫石 殼薄然後比較虛大的叫做紫殼 那在中藝裡面是偏裏氣的 那味道是有點為苦 有點辛為寒 那歸皮經胃經大腸經 那在中藝過去呢 它就是裏氣 梳理身體的肝氣 肝鬱 讓自己的氣的運行 順暢一點 所以呢通常它在幹嘛 破氣除痞 你的肚子有點痞悶 有點胃脹 有點消化不良的時候 它來幫助你 行氣 把這個中藝的這一塊 不舒服的鬱悶氣質給打通 所以如果你說 比如說中藝古代就是說 胸斜疼痛 蠻適合的 那它也是一個化痰除肌 也就是說 你有些消化不良 然後有痰多的時候 你可以幫助把這些腸胃的痞悶的感覺 就是不舒暢的感覺 好像吃東西就卡在那裡 不上不下 難以消化的時候 它都蠻適合的 所以它的主要成分 最多的就是檸檬西 它還有一些貼品西 這樣子的成分存在 在中藝過去 這兩個基本上是可以配搭的 這兩個精油 在我們的GCMAS裡面 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在能量上 李老師還是 我自己略為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紙殼比較偏行氣 會比較往上衝 那紫石呢 會比較偏往下 所以如果你比較容易 餵食到逆流 那李老師就會建議 你用點紙石 如果說你覺得頭腦不太清楚的時候 這時候紙殼就更適合一點點 彈多 更多的時候 紙殼更合適一點 他們兩個都是話彈可以用到 但是如果你彈更多的話 那李老師會建議 紙殼多用一點點 有醫書寫到說 他們向下降濁氣 向上明目 胸胃這邊 你覺得一股氣呢 下不去 然後或者是 整個人很不清爽 那時候自咳自濕 你拿來休息也非常好 甚至工作很累 眼睛痠色的時候 你也可以來試試看 加在做頭部 或者是明目的穴道的 低濃度精油的按摩 或者是在肝臟的區域 最近受了氣 然後有志不得生的時候 提殼止食 蠻方便的 消化不良的時候 蠻方便的 我最後介紹一位 很有趣很有趣的精油 這個精油呢 叫做醬香 那也有人叫做醬真香 它事實上是豆科的一種 小僑木 屬於黃潭那類的 它是取自於樹木 小僑木的根部的心材 在道家裡面 醬香是一個沉浸 在宗教上面會用到的 那獲得就是拿來辟邪的一個精油 所以算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當作像 沉香、檀香、乳下莫耀那一類 那既然講到這個 就講到它在中藝裡面入藥 也很有趣 它是比較 叫心還有溫、龜、皮筋、心筋跟肝筋 那過去呢是活血化瘀的藥材 那在中國很有名的一個中藥的成方 叫冠心二號方裡面 它是主要的成分 也就是它活血化瘀的效果非常好 那在中醫裡面 醬針香這個藥材 是拿來幫助這個抗血栓的 所以冠斷、冠膜、心臟病、阻塞 是很好用的 那在止痛它也非常好用 它是善於止痛活血的 在精油的成分裡面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 濃度也非常高 它是橙花俗唇 橙花俗唇呢在目前的藥理研究裡面 它有鎮靜的作用 抗潰瘍的作用 抗發炎的作用 甚至也有抗癌的作用 而且有神經保護作用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為什麼它會在 道教的宗教儀式裡面會用到 它其實會讓人沉靜下來 前調有一點點冰香氛 從這裡來看冰香氛也是止痛的 所以如果說你有一些疼痛 需要止痛 醬香是一個非常好的調配精油 然後呢它是偏中厚調的精油 所以它是一個沉靜心神的一個精油 那如果有所謂的血液循環不良 那比如說在心包筋上面 按摩、塗抹 我覺得那個都是很不錯的 那如果胸口很緊 舌頭比較偏直的時候 這可以當作一個 經絡穴道按摩的保養 來輔助使用 當然這個記得 它有在吃藥的話 這個精油就不要用太多 免得這個活血花衣效果太好 大概介紹了四款精油 歡迎各位到我們學院來 可以讓各位對這個精油更多的認識 謝謝各位 拜拜 下次見